从早晨他每天早晨他都五六点钟起床 去有的时候 他就会跑好几个景区去摆摊去集市 大家都知道云南是旅游的地方 云南这边的山货很多 山里的东西 然后他都卖给外面的游客 知道吧 对我问一下哥哥姐姐 你们来云南有没有来云南旅过游 来云南旅过游的打个一 我看有多少 就来云南旅过游的你们应该都知道 然后他就卖山货 他呢他就想的很简单 我想靠自己努力多挣点钱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他就太拼了你知道吧 太努力太拼了 昨天说他跟我说 他在集市上挣了几百块钱 可开心了 那有时候运气好的话 一天挣个几百块钱 运气不好挣个几十块钱 当然还有有的时候赶上 就算中秋节那两天 那十一那两天 百天挣一千多的还有呢 对吧 因为他们山里的东西很多怪 我们那边没有嘛 他在市场上卖这些 米尔人都知道 阿牛中小雅急了 对你们觉得咱说实话 阿牛他跟小雅 完全是不一样的性格 你们觉得阿牛 阿牛善不善良 咱说实话 如果他要不善良的话 他不会这样的 知道吧 他处处都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 他看事情看不了那么透 你想一下 有的家人们说的傻 他不是傻 哥哥姐姐 他不是傻 你想一下我们 我都比他大很多 对吧 你们也比他大了更多 你们都 经历多少事了 看很多事 你们都能看透的 但是阿牛他看不透 你想一下 你们二十岁 出出的时候 有些事 你们也是看不透的 是不是 哥哥姐姐 咱说实话 你们觉得阿牛 善不善良 善良的话 打个善良 好吧 善良的话 打个善良 我现在他应该马上就回来了 刚才说 他说他应该是 回来再具体什么情况吧 又感谢小鸭起来了 哎呦 实话实说 对吧 这么天黑了 也不知道今天卖的怎么样 从早到晚 我一早我就去公司了 我今天让小李送他过去的 小李忙 送完之后 小李也回公司忙了 然后他们到现在还没回来 对吧 他要不是这样 我也不会喜欢他 哎哥哥姐姐 我给你们上一拨福利 你们去抢一下 那个青花椒 9块9的青花椒 包装快 那个包油的 然后因为很多家人们 这两天一直都说 没抢到青花椒 我再给大家上一拨 我给大家上一拨青花椒 然后大家去抢一下 上个100单吧 9块9包油 纯纯的福利 杨杨那是心意 因为你们确实让你们费心了 哥哥姐姐 真的 青花椒 你们平时在家做菜什么的 都能用上 大家去抢一下 右下角已经弹出来了 9块9包油 包装快递费都不够 东西是 绝对是品质 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都是我成神筛选的 杨杨那是心意 右下角你们去抢啊 右下角你们去抢一下 哎 这个丫头啊 真的是 阿牛赶紧 阿牛善良 小雅太 新阿牛不知道外面的事 9块9块9给大家包油啊 大家去抢一下 对 你偏远地去抢 快递费都不够 杨杨的心意啊 大家抢一下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一直陪伴啊 超新了 娘家人 真的让你们超新了 还没回来呢 差不多了吧 应该 我是正着急 能不着急吗 我是人呀 哥哥姐姐 我不是机器呀 人都是有感情的 阿牛 我的天 终于回来了 你跟洛洛一起的 我还能坐得下吗 我着急啊 你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你太拼了 你卖的啥 我看 包子粉 还有啥 背膜 天麻 走你进去坐吧 你吃饭了吗 两个 你不是说小雅跟你在一起吗 小雅 小雅去找你的时候 我跟你说了 要给我打电话 你知道吧 我 我当时 也没想到 因为你舅舅给我打电话 然后 也没想到了 我心里太晚了 我赶紧上屋里吧 上屋里说吧 来 好 洛洛 你把一会儿把今天发生的事 跟我说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来外边太冷了 赶紧上屋里坐 你拿点来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都很关心你呢 来吧 跟大家说一下 你又在直播了 我在直播 我 来 叔叔阿姨们 那按钮来跟你们说一下好不好 我 你们看叔叔阿姨们 我现在回来了 你们不用担心我了 叔叔阿姨们 灯灯灯 我把灯给操亮 东西这些 叔叔阿姨们好 对 来 它有点重啊 小心一点 对 叔叔阿姨们 舅舅跟你说啥了 舅舅 其实也没说啥 杨哥 大家都想你了 给大家打个招呼 很关心你 来 表妹你跟叔叔阿姨们 打一下招呼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晚上好 对 你们好 又见面了 对 你们都吃饭了吗 两个傻丫头 哎呦 我 其实也没傻 杨哥 你这哪路担心了 好 我看一下公平上怎么说的 嗯 就 你先跟我说这样的按钮 嗯 我问你 舅舅今天跟你说怎么了 舅舅 给你打电话说啥了 舅舅 嗯 杨哥 他跟你说拿钱的事了吗 上次那个 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 他说他给你拿钱 今天又说那个事了吗 那个 你别提这个了 杨哥 我没有 舅舅其实还挺好的 你别老是提 舅舅也好 也挺好的 那他做这些 也都是为了你着想 嗯 你该确实 虽然他前面 嗯 用钱 让我离开你嘛 嗯 但是 但是我也能理解他 今天 今天他跟我说了那些 然后 我也不知道当时该怎么说 然后小雅他突然过来 然后他帮我说好了 说 小雅帮你接电话说好了 对 然后说好了 之后小雅 小雅姐他 嗯 也没什么了 杨哥 那你俩回来 意思是小雅给你送回来的 对 小雅送我们回来的 他咋不过来呢 他知道 他知道我在这儿吗 他知道 他不 他我也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你在这里 他前面说的是让我们两个 金姐就不要回去了 嗯 就带我们两个去买好多好吃的 还有给我们两个买衣服 买衣服 对 洛洛他咋说呢 你说一下 就他说 就他说让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在那里卖衣服 他说 我们在这儿 还受别人欺负 就让我们回去 然后他 就是 舅舅不是打电话了吗 然后 他就 拿阿牛的手机 帮阿牛 跟那个舅舅说了一下 然后后面他就 送我们回来了 对 说是要带 说 我们这个卖衣服 就我们天天 就起叫 贪费的 去卖这个衣服 说我们 也没卖到什么 然后还受不了 喝点热水来 对 你俩看起你 冷了这两天 来杨哥 我给你倒点水喝 我没事人家喝一点 带我们去买衣服什么的 然后我们两个就拒绝了 对 呃 主要是 我知道小眼是好溢的 哎呀 但是我又记起来 你说的说 以后不要再跟小眼 有任何联系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 也没有去嘛 杨哥 来你喝点包子粉吧 对 你俩喝呀 嗯 知道吧 树莎姨哥哥姐姐们 因为我想的是 因为我想的是 昨天确实小眼 你喝吧 你喝 你喝 你个表妹 你什么呀 就都别客气了 都喝 来 一人倒一杯 杂杂都喝 因为天冷了 喝点暖暖 你先喝吧 我到时候给你倒 不是树莎姨哥 那我听杨哥的话了呀 我听杨哥的话了呀 我听杨哥的话了 我不是不是我去找小眼 知道吧 他自己过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 对 暖暖所 对 是他自己过来的 知道吧 树莎姨 而且昨天 昨天也是人家帮我们 结的尾 人家还昨天还帮了我们呢 嗯 所以我想的是 说话也不能这么难听 帮你解了为 对 今天又帮我 今天又 又帮我说话了 小 本来舅舅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电话号码被小雅 哦不是 被舅舅知道了 是不是小雅给的 还是谁给的呢 我不知道 要不然前面是舅舅 不知道的呀 那杨哥你没给吗 我没给呀 我肯定不能给他呀 肯定是不给 那他怎么知道你电话呀 那应该是小雅给的 应该是小雅姐给的吧 但是应该小雅姐也没有什么坏意 他只是 可能是舅舅问他要的吧 对 舅舅问他的时候 应该也只是问他要的 意思就是舅舅跟你说 咱俩之间的事情说不合适 只是没有说那么直接 对吧 然后意思是给你拿点钱 让你意思是就是说 让你就是说 想跟我分开吗 意思 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舅舅的意思是 他说他这几天也一直在看我们直播 他说我们卖一些穷商 各个里面的东西 卖也卖不出去 抢过去跟舅舅说了一些话 然后就这样子 结尾了 就这样子的 对 他帮了我 那 后来然后就是 刚才是小雅给你送回来 对小雅把我们两个送回来 他刚刚他想的是他还跟我说 阿牛确实你看我今天这样子 阿牛 我问一下哥哥姐姐这个事情 我感觉没那么简单 不是杨舅你 我问一下阿牛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就是对于你现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好 或者你的一个心理状态 你是怎么想的 或者乐乐怎么想的 你觉得这个事 你昨天被人欺负 小雅帮你解了围 是吧 今天小雅又帮你解了个围 然后 你 你说实话 就是说因为 你对小雅 你是 从你的角度 你觉得小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小雅 对 其实杨哥你也知道 小雅虽然在你们眼里 确实有点坏 但是说实话 人家帮他 从来我没有说过他坏 知道吧 就是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 因为他感情那个东西 他是控制不住自己的 他希望 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人 我想我全力以赴 我想办法 想得到他 这很正常的 对吧 他心里面一直有我 你也知道 但是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 你们两个呢 是不是太善良 太老实了 被蒙蔽了双眼 还是说 真的是我们自己想多了 我感觉说 小雅最近 你看 小雅他连续帮了我两次忙 有可能是真的是 你们自己想多了 要不然为什么小雅 帮一次就够了 为什么还要帮两次呢 所以我们也不能把事情 想得太坏 对吧 而且你看 每次我们当 遇到困难 太善良了 小雅帮我们接的尾 我今天给他拿了一些枇杷干 和还有一些包子饭 对 你还给他拿了枇杷干 对 确实是 就正人八经的时候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 是你们 确实是出现正常情况下 然后他帮你去解决的问题 哥姐姐 你们也能 应该都能听明白了这个事 就是说 他俩小姑娘20岁出头 他没有经过世俗 没有社会阅历 他觉得这个事 人家是为他好 说明他们骨子里边善良 对吧 但是呢 小雅呢 他现在 他没有直面的给你发生冲突 我呢 就没法拿他说事 哥哥姐姐 是不是哥哥姐姐 你们觉得是不是 是打个是 他 我听说还要给你买衣服 是吧 我听小李说的 他说 我穿的这衣服 像是 像是老年人 穿的一样 颜色这么红 然后他想的是 其实他也是为了我们两个好 就是看的 看我们两个穿的比较 那个嘛 他想的是 带我们两个去买衣服 然后给我们两个买衣食吃 然后俩就没去 对 俩就没去 本来人家还帮过我们两次 要是让小雅姐还扣费的话 就我心里面过一会去 然后我就没有过去了 这样子的 还有一项 那我问一下 其实我舅舅 他中间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就是说 他说 如果说通过咱俩在一起的努力 你慢慢变得越来越优秀之后 他还是可以同意的 他有没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 他无非就是觉得 咱俩是有点代沟吗 因为他对你不了解吗 对 他觉得你没有培养 我是现在没有把你培养出来吗 是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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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按钮没有能力 他说我 这几天也一直在看直播 那或这方面 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能力 说话也好 就根本就不同品 他这样子说 然后我就跟舅舅说了 舅舅你给我机会 我会 跟杨哥 慢慢慢慢的 我能力各方面 我自己会提升 然后舅舅说 那可以 他就看我表现的机会 他还是这样说 舅舅意思是 最近一直在直播间看着 对 然后他的 无非 哥姐说啥 有给你们讲一下 舅舅作为我的长辈 他无非就是觉得 从小到大 我吃的苦太多了 不想让我在感情上 在走弯路 感情上在走弯路 你好 对 他是为了我好 然后还有就是 他觉得阿牛 没有什么能力 他 他就 他现在可能也是在观看 就是观察 观察你 考验你 觉得你行不行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因为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心里只有阿牛 当然公司离开我 肯定也运转不下去 对吧 他也希望 他如果说阿牛 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提升 能跟我俩同频 他是不是舅舅 就能慢慢的接受了 无非他 为什么他 认可小雅呢 因为他 他以前 他以前是 他跟小雅是没有见过面的 对 就是上次 之后 他过完 因为小雅是由我 云南这边分公司的股份 他是我 他是我总公司的股份 知道吧 对 公司里边员工有很多 他知道小雅这个人 但是他没有见过小雅的面 过后 那个事情过后 他肯定他给小雅打电话了 给小姨打电话了 他们肯定聊这个事了 对 知道吧 他无非就是 其实他对小雅 可能也没那么了解 只是听说 他觉得小雅的工作能力比你强 对 你现在呢 没有他 他的工作能力强 如果有一天 你成长好上来之后 我觉得舅舅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 其实舅舅也是这个意思 他说给我表现了机会 然后小雅就把我手机抢过去了 他说 他说不行 让我去他安排的那个公司 那那个洗碗的那个地方去上班 然后他这样子跟舅舅说的 哥哥姐姐 杨杨刚才说的这些 你们能不能理解 理解的话 打个理解 对 好吧 理解的话 打个理解 因为你看这么多娘家人都很关心你 咱说实话 从一开始到现在 是吧 落落也看视频 一开始 你也知道 这么多人 阿牛最难的时候 他一个人出来找他妈妈 被房东赶出来 遇到了我 这么多人 鼓励他到现在 我真的没想到 会有这个 叔叔阿姨支持他 说实话 阿牛每次看到大家的评论和鼓励 他都会 很感动 对 真的 所以说我想说什么的 有什么话 我们必须要跟娘家人第一时间说 大家 太为你操心了 最近 是的 你们也能理解一下哥姐 因为毕竟年纪小 对 爱情的路上 没有一帆风顺的 真的 对 是吧 哪有不经历坎坷 不经历风雨的爱情呢 对 是不是 人家有一句话讲得好 这些事情都是拿来考验我的 考验我们的 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能成长得更快 对 是不是 那这样吧 我现在我给小雅打个电话 你不是 我跟你讲 小雅打个电话 因为呢 最近好 最近一直这两天 一直说小雅事 我今天让小雅当面过来 当面 杨哥 刚刚送我们两个过来 他应该现在还在路上 我问一下他 好不好 哥哥姐 你们觉得我要不要给小雅打个电话 要的话打个要 我现在给小雅打个电话 我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让小雅今天表个态 在直播间 表态什么 就是 他 意思是以后 我们在一起看怎么样 更好的去融合 知道吧 然后呢 我跟他说 小李给他介绍那个男朋友 已经找到了 然后呢 过两天 太好了 见面 他俩 然后我问他有什么想法 好不好 哥哥姐姐 我现在给小雅打个电话 对 为小雅打个电话 那他应该还在路上 他应该还没到 我给小雅打个电话 要不要打哥姐 你们说 听你们的 要的话打个要 好吧 来 我现在给小雅打个电话 其实小雅也还是挺了解我们的 他跟舅舅说 我们这边 现在 货也很难收 然后涨价了 我给他打电话 哎 小雅 小雅 你现在在哪呢 怎么了 你在哪呢 现在 在路上呢 在外面 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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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这样子 你过来一下 过来一下 就是阿牛的旧老爷家 对 干嘛呢 你刚才你不是给阿牛送回来了吗 你 你咋不过来呢 我想就说你们那边有事情呢 你们先瞒着 我就会过气了 你这样子吧 我跟你说 你 我 来了 我再跟你说吧 我跟你 介绍了个男朋友